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人除了三餐之外 还有一餐叫烧夜 我们今天要吃烧夜 但现在是早上9点13分 早上来找烧夜食 因为身后面这一间 玉姐小吃 日光日白时的确是这样的造型 但到夜晚就会变成另一副模样 是一家广州少见的 多功能的店铺 到夜晚很有趣 这里会放入一个档口 绿面和绿粉 看到里面是一个食堂的形态 不像是吃饭的地方 但明明招牌里有什么牛三星 麻辣汤 挂了很多曾老板 都是他的店铺 天干天白是卖猪肉的 天干天白是卖猪肉的 朝早上 不像是猪肉厚 很有趣的店铺 五个人坐在哪里? 五个? 是的,五个 十一点多了 可以坐出来吗 那里? 那里? 那里吧 风凉水冷些 天干得像猪肉厚 天干得像是猪肉厚 晚上才做 看到天干得像猪肉厚 所以你和人家拆租 日後就一個人租 晚上就離租 我租給他 以前太平沙很旺的時候 你應該都在 我那時候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打著招呼進去 在街上 誰不認識的 每個人都認識的 是的 每個人都在宵夜當 整條街 現在雙車 可能只有一條車 那時候我們一群朋友 一路走來 一路走來 一路打招呼 你今天這麼早 那時候就在這個位置 肥佬 我不知道他真名實姓 但我只是叫他 肥佬 老豬 一搭 整班人都坐在這裏 可能十點幾鐘開始 喝到凌晨三四點 但是 不知從幾時開始 這條街 沒有了宵夜當 可能是人大了 也不在這裏吃宵夜當 今天再走回這裏 哇 奇麗到 乾淨到 在騎樓底吃東西 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情 其實很抵大的 騎樓底吃 沒錯 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的環境 你才能吃到 很地道的東西 如果你說牛三星釘鑼 這些什麼 就是這條街 如果想吃這東西 就是這裏 牛三星是跑不掉的 牛三星是主打的 通常我們都會坐這裏 然後再叫其他東西 來這裡吃 這裏就是他整個 所有的食物 很多食物 但是這裏的招牌 剛才玉姐也說了 牛三星 加價介紹 一份衣麵 先煮兩碗 要大要小 要大 當然快 拿一份蒜香 拿一份不辣的給他們 老闆開到這麼晚 特意做宵夜 是的 玉姐就是麻辣糖 我們這個就是雞腳 等於是配肚經營 差不多 這條都是吃街的 都是吃的 都是吃的 是的 都是這條街長大的 什麼好吃 什麼好吃 釘鑼 釘鑼 拿一份釘鑼 辣椒 有什麼 辣椒 真的好 十五元 好 黎玉姐這邊吃宵夜 基本上是套餐的形式 可以去路口 炒螺 可以去對面想法 做鳳爪 好吃 牛三星是真正的爺爺 熟了 煎湯 有一點酸酸鹹鹹的 可以很快樂 令我舒服 還有可以繼續喝第二回合 有些黄沙卵, 面, 沙, 我喜欢的肝脏 它不像粉的味道, 比芝味馆更轻 好像还没蒸, 比芝味馆更轻 我不包括肝脏, 内藏, 是不是新鲜 但一口汤也挺甜 咸酸粒粒 咸酸粒粒在中有甜味的作用 辣的, 辣的, 会有 也会改变口感 整个东西都是内藏, 粉, 软, 软, 软 有时有点硬的食物来吃 会变得很有趣 这是我们的? 是, 谢谢 这是面团 比我的命长 这面有点硬的口感 拉扯也不断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的 这个面不算太出色 有点鲜味 各种都有点 但我喜欢牛腩 牛腩的香味 会出得来更多 肉香味会更加純正 令我咬起来更加开心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坑腩 红碎腩 很多的不是那么漂亮 那些濕的, 和那些没那么漂亮 他和我常常吃一只 泰汁酸辣冻炸的白色 有不同 他除了有辣味酸味之外 底层有点滥水的香味 令到味道更多变 这是我特地没有吃到的地方 还有鸡皮 软熟熟的 因为我喜欢 旧街坊 都是一些广州人处理的辣 所以广州人处理辣 它永远不会是煮味 是调味 轻轻的 令到你开胃 它不会是辣到你 不是那种孙女 我又不用喝水 又不用喝啤酒 就是这样 这两款送手菜 它都是比较 要你衰 不会煮奶 才能吃到的东西 才能吃到的东西 变成真是舌尖上的风味 真的用舌尖更多的感受 小小微微的滋味 令到它注定成为了 适合喝酒 适合笑容 你会不会都是这边的熟客 我很经常在这里 不是宵夜 而是喝啤酒 喝啤酒 喝啤酒 喝水 如果真正宵夜 就是炒几味的宵夜 为何要吃宵夜 为何要吃宵夜 早点睡 一定是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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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啤酒 一定是啤酒 啤酒 其实宵夜 我自己觉得是口痕 你说肚子 肚子肚子肚子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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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肚子肚子 其实是聊天 有些东西夹下 动下 喝酒 是聊天 宵夜的概念 我也是这样 不可以当正餐 而且可以出来 你来到彭路哥 你就不需要开车 那是最好的 是呀 吃着就像开鞋 真的只能看到鞋 真的只能看到鞋 这个方便 廣州现在好像很少 这种地方 你说骑楼底 这些肯定少 因为拆掉就拆掉 没办法 你也不知道 你这儿牙了多久 吃多一天 吃多一天就走 除非你 买了这个店是自己的 乖房 乖房 阿玉姐 会不会继续撑下去 那我也要生活 嗯嗯嗯 我要生活的 这句老实话 有些街坊 有些十几年的 真的不捨得 乖房 有些真的认识了 十几十年 有些看着他小时候 我就认识了 看着他大 看着他坏 也不是的 有些很成功的 真的有些很成功 太平沙 騎楼 吃宵夜 这件事 曾几何时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到今天 我们再也找不到这种味道 再也找不到这一份的时光 去一些老字号店吃饭的时候 永远有观众在这里 说 他的味道不及以前 是不是那些味道不适合呢 不 有时是 那份记忆不适合 好像太平沙 这一带 外地的朋友 可能这叫珠江路 但对于我们广州人来说 sorry 这叫太平沙 太平沙于我们 就是吃宵夜 坐骑楼底 吹水到天亮的地方 但是更加sorry 有时光 人去不服饭 美好的东西 就让他留在记忆之中 或者这样 才令他更加美好 最后请你记住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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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